美食在台湾拥有许多粉丝 一碗豌豆粉端上桌 清爽咕溜 热量不高 营养健康 很适合白领在中午垫垫肚子 但这看似单纯的食品 做工可不简单 磨豌豆打浆 几乎都要靠手工 来自云南腾冲的老板娘 配合当红连续剧 还推出了云南版的黄闷鸡饭 想吃巧想吃饱 都不愁没有选择 市场是台湾兼容并训的缩影 宝岛美食 大江南北东辣西酸 齐聚一堂 往外走几步 还能尝到这一碗 来自清爽豌豆饭 果冻般的Q滑 原料是健康的豌豆 包含维生素C 再搭配色泽鲜艳的食蔬 看起来赏心悦目 吃起来清爽自然 对于白领族来说 中午垫垫味刚刚好 它比较凉嘛 就是我觉得夏天吃会很爽口 对就是一种很好吃的小吃的感觉 就是当你不想要吃太饱 又想要吃好吃的东西 就会很想吃豌豆粉 用滑的就可以滑进你的喉咙 然后入桌子到胃里了 就是爽口 然后就非常惊艳 就期待 台湾你听米线可能比较多 豌豆粉真的比较少 因为据说这制作非常的费工 色泽金黄的豆人 磨出淡淡豆香 以往取之托扎 全靠手工 如今有机器代替 让麦粉世家的李彦波 省了不少力 回头想想 从云南到台湾 万水千山 只剩下这门手艺 还跟老家维持着切不断的联系 等于是说 我们家是祖传 到我是三代了 那我阿嬷以前也在卖 那我妈妈也在卖 那我小时候 很小的时候 从有记忆的时候 就是守着 都在旁边看着阿嬷 磨豆 泡豆 然后在煮 对 都守在锅边 就这样子 那都没有做 只是看着 那我来到台湾 才自己动手做 小时候不敢轻易动手尝试 因为细节没掌握好 整锅都得报废 豌豆浆在热油锅里 搅拌太快容易出水 太慢则会产生焦味 过程中还得考虑火候 在李彦波的记忆中 长辈们总是有无限的时间和体力 拿着木棍与豆浆粪 在煮的过程是最费工 因为它磨好豆了以后 要煮的时候 你最后的工序的时候 你是一定要用力气的 你没有手力 手力不够的话 你煮出来的 就不是晶莹剔透的 李彦波老家 位在周缅边境贸易的腾冲市 附近有一条通往缅甸的公路 每逢赶期 家人就会煮上一锅豌豆粉来卖 这可是李彦波小时候最期待的早餐 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早餐吃 就是每天起床就直接到学校 那一看到 因为我们那边感激五天一次 那碰到感激的那天 阿嬷就会煮就会卖 煮好了先吃一碗 然后才去学校 吃完之后就很开心 就不用饿着肚子 空着肚子去学校上课 节俭的民族 总把能吃的东西发挥到极致 豌豆粉在刚起锅尚未凝固前 也可以直接拌香料食用 这种吃法在当地称作吸豆粉 清清爽爽不稀不愁 台湾人看了很稀奇 但偶尔也能遇上懂吃的老乡 从小吃习惯了 因为爸爸是云南人 我觉得他没有 可能没有那么油 就是之前因为去过缅甸 对啊缅甸吃的都蛮油的 比较起来 西豆粉又轻盈了几分 联手豌豆粉 组成云南美食 进军都会的青食系列 但无论热食还是冷吃 都离不开胃与香的调和 对基本上我的 我有需要的一些 台湾买不到的 就是特殊的调味料 对那就是我的家人在那边 帮我买自己清手 买会是我们自己种 然后种出来 然后自己再晒干再抹粉 那回去的话 就自己带回来 没有回去就是寄过来 云南人炒辛香料 起初只是为了去腥增味 后来变成做菜必备 其中这一颗长相 酷似龙眼的草果 更是云式料理 烹调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灵魂配角 磨成粉后与油拌炒 有了它加持 再寻常的食材 都能立刻变得不一样 我们云南人用 都是喜欢用香辛料 那就是很天然的 都一定是草果 草果是提香味 花椒是麻味 然后就必备的 然后我们要炒那个黄焖鸡 一定会有花椒 草果 豌豆粉的老家 就是这有风的云姬南 女星刘亦菲 也尝过这当红的黄焖鸡 随着连续剧 在台湾的大受欢迎 小店赶上流行 顺势推出新品 想吃饱一点的顾客 也不愁没有食物 可以点了 都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都会说 那都会问 有没有黄焖鸡 然后我们要吃黄焖鸡 还有有的客人 是特地跑来吃的 就是说因为他们有看 有风的地方 他们要吃道地的黄焖鸡 所以都会跑到我这边 来吃道地的 云南料理 飘洋过海 保留了扎根土地的 淳朴与自然 包食与轻盈据 为台北这个都会区的民众 多了一个最速配的新选择 是这种 这种 是